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CKK United 今天呢我们的开箱有一点特殊 很多人都问我说 安东你每一次开箱 打开以后都是哇好惊喜 哇好喜欢 那么你有没有买到过你不喜欢的东西呢 当然是有的 但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大概三四年前就刚入坑的那个时候 收到过很多拿到手以后很后悔不喜欢的衣服 但你想我已经入圈有三四年了 也就是说 我在罗圈里面的时间都够我读出一个大学本科来了 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之后 你很多东西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买 你会知道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会喜欢 所以你的命中率就会高一点 所以我在频道里开过的东西 我是真心都还挺喜欢的 但是今天呢情况有点特殊 这几件裙子是我自己肯定不会买的 而是说这个店家来联系我 说安东安东 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开箱 然后我想了想我想 我说可以啊 不仅我可以给你开我还可以一分钱都不收你 但是作为交换 你要允许我 完全诚实的说出我的感想 也就是说 开了之后我很可能会不喜欢 而且把你黑的一塌糊涂 即使这样也没关系嘛 店家回复说 没关系 我对我们家的裙子很有信心 你尽管开 那是吧 我非常欣赏你的自信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打开 这个是来自一个国牌 叫做灵魂学 对这个牌子其实我从来没有买过 我从来没有见过食物 我没有见过别人穿 所以我只是在我们那个北大罗娘群里面 有时候讨论他们家的新款 会觉得他们家 微妙的有一点地球人小礼服的感觉 就是 每次一讨论到这个话题 我们就会讨论起 这个终极命题 罗莉塔到底是什么 是吧 罗莉塔的定义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 大家都觉得这家的衣服会 就是罗的气息会稍微少一点 就很微妙的感觉 但既然店家这么有信心 就让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 首先是 这一共是两件 是吧 然后一个快递袋拆了 另外一个 快递袋还没拆 那么我们先开快递 我们还是先开这一个 好 那么打开看一下 里面是一个这样的 哦 这是那个什么什么星象什么的那个 里面是一个防尘袋 然后这里面就空了 哦 对 这里面就这么一件衣服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今天我穿着的是来自 Emily Temple Q的这个火烈鸟系列 下面有非常 非常优雅 非常美 而且有很 很奇趣搞怪的这种 穿着芭蕾鞋的火烈鸟 而且这一件是ETC和我们中国的一个 插画师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一件的 而人台小姐穿的这一套是来自 Angelic Pretty AP的奶油花套装 怎么样猜不到吧 AP还出过这样的裙子 是一个 上面是一个小夹克 然后下面是一个铜 暗纹布料的一个SK 这样的一个 有点像西装套装 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Lolita Lolita这个定义真的很难想 但是你想这样的 也可以算螺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罗 什么不是罗 打开它 哇这拉链好难拉 一二三 OK 是这个那个 衣架上面有一个丝带卡在拉链里边了 哇 哇这个衣架挺不错的 来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配套衣架嘛 先把衣服拿下来 哇这衣架好厉害 666 是一个 哇 是一个这个暗纹的黑色布料 然后上面还有金色的这个刺绣 还刺着这个Site灵魂学 就这个店家的名字 哇 这个酷秘了 第一次见 这个很酷 真的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衣服 这样一件 嗯 镜头上我看这个颜色还可以 食物 是一个 比较亮的蓝色 就是饱和度有点点高 也不是说饱和度高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是 罗利塔里面不太有这种干色 你能明白吗 要么会比这个深一点 而且这个是有点偏紫 就是一个深蓝偏紫的颜色 对 然后就是 我先研究一下 就是上面有一个这样的袋子 可能是系脖子 然后旁边 是肩袋 哦对 我一看怎么到处都是袋子 这样的肩袋 是吧 然后背后是一个抽袋 标准设计 然后前面有一个就是 我看看 怎么给你们展示比较好 前面就是有一个 就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有点像球皮 但是不是 应该是个布料 这个袋子从前面这样穿下来 然后还这样散下来 就有点像个 有点像个鸟笼 鸟笼SK那种感觉 就是有很多袋的 然后这样穿下来 感觉是把上身 固在一个鸟笼里面 然后下面散开 这样的感觉 嗯 上面还装饰有金属件 OK 然后看这个印花 印花 是一个 哦 是两头鹿 是吧 然后下面写了个啥 看不懂 可能是拉丁文 然后旁边有一些 这种泥脂方块 就有一些元素在一起 反正颜色 如你所见 就是白底里面 有一些橙色和金色 这个样子 我觉得印花还行 还行 但是就是 我个人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元素堆砌 对 然后 因为这个印花 它是在这个白色的底部上面 就是印花 然后印花是线条嘛 它又加了一层阴影 所以 还可以 但是觉得好像印花的丰满程度 或者完成度 可能 还行 好 那么我们不多说 让我们来上身试穿一下这件吧 好 我现在是刚刚穿上这个衣服 腰带还没系 但是我第一感想是 这个版型非常可以啊 哇 这个腰 我现在后面没有系抽带 然后腰带也没有系 就完全是 只靠衣服本身 的这个剪裁 我觉得这个效果 还是非常可以的 对不起 刚才我对你的期待那么低 是吧 这个胸下稍微有点出来 是吧 这个店家高估了我的胸围 但是 一点点 比起GJ那个 还是好很多 然后我觉得 哇 这个版型 可以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想想 这个是 哇 这是 是要这样系上的吗 感觉好妆啊 可以拆卸吗 这块 哇 这块不能拆卸 天哪 好吧 那我们把它系上 我的妈呀 系好了 就是背后有一个护铁结 这样子垂下去 然后还有哪要系 这是什么 这是伞的那个东西 然后这是腰带 是吧 腰带真的不太用 跟你讲 这个收腰 我还是很服气的 我可以试试看 把后面的抽袋 抽一下 哎我的妈呀 好多袋子 好多袋子 我先把腰带 这个装饰性的系一下 给你们展示 我反手打铁结结的实力 其实也还好了 因为这个袋子 不是那种厚的 所以 差不多 还行吧 好的 那么这里就是 我这个调整了一下 后面抽袋以后的样子 这个时候腋下 就基本上 没有余量 然后各个方面 哇 我觉得版型 真的还挺不错的 哈哈 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衣服 版型非常好看 版型很不错 然后这个裙子 也是长度比较长 而且我注意到 它这个边上 还有一层 这个像是那种 球皮 这样的料子 和这个袋子的 这个材质是呼应的 然后我觉得 哎 上身之后啊 我觉得远看 还挺好看的 就是这个印花 近看吧 我觉得可能 五分里面可以打 两分 二点五分 二点五分 差不多吧 当然我也是个 比较苛刻的人 但是这个裙子 整体效果 就你从远看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这意外的还挺不错的 你们觉得像罗 还是像地球人小礼服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这件 还挺罗的 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 GSK这样一个版型 然后加了一个 很中二的 这个勒脖子的设计 然后我估计 这样的设计 就是为了裸穿吧 就是里面不加衬衫 那我觉得 效果也还不错 就是 我现在有点 哎呀 不知道该怎么下这个评语 是吧 主要是版型 真的很好看 然后裙摆也很大 真的是 哇 让我思考一下 我走开 好 像我来走过 哦 像我来看 像我来看 我来看 喜欢我来看 像我来看 那我来看 靠就是 如果是 你拿 Smere 但是 我来看 还是 一杯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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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 我来看 我来看 我跟你讲 你别说这个裙子 这是越穿越喜欢 就是感觉版型也挺不错的 然后你看习惯了以后 觉得这个上身 这个袋子的设计 也还就是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是吧 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真的挺好 主要是版型真的很不错 就在罗装里面有这样的版型 我还是非常服气的是吧 然后这个裙长就在我身上 我觉得很合适 就不加称的时候 可以像一个有点 就地球人小礼服这样的感觉 而加称以后 也是一件很不错的洋装单品 所以真的是可以 我觉得店家要不要考虑 和我出个合作款呢 就是我来负责设计 以及给你一个这个美术指导 然后你来负责打版和制作 我们强强联手一定可以的 开个玩笑 我其实也不是玩笑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联系我 让我们来开一下第二件 哎呀 还在快递袋里的这一件 然后让我们把它打开 这件好像是个落草色的一个什么什么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了 哦对 然后我会把我身上这件裙子的价格 打在这里 对因为它直接寄给我的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量身制作的话 我现在估个价吧 我觉得五六百 好让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 这里 一二三 走 里面是一件 对 非常简洁明了啊 除了衣服以外什么都没有 没关系 我们只需要衣服 是吧 让我们把衣服打开看一下 这次不要再卡住了 YES 好的 哦 这是一个白色的衣架 注意到了吗 是这个白色 然后有暗纹 然后这次是金色的这个刺绣 依然是灵魂学专属 定制款衣架 厉害吗 然后这件衣服让我来看一下 有趣 我觉得脸像 脸像旗袍 或者是旗袍元素 就是 非常复杂 你让我说这个是中华风嘛 肯定也算不得中华风 但是 不是很懂 让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是它上面是一个 这个浅 浅性色 肉色的这样一个纱 是吧 然后是上半身 然后这里应该是一个 系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脸子 然后下面的布料 这个料子倒很有意思 是一个 就是有点 就是编织的那种 很有质感的 这样的一个料子 倒是不是很硬 就是还挺软的 对 是个时装的料子 然后下面是这样 有点 下面这个设计 就很像中华风了 就是这样一个切片 然后切片之间 有一些纱 然后打了褶 对 就是这么一片纱 然后烫了很多 很细的这样一个褶 然后对 背面也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裙摆 感觉就不是很大 然后裙长 感觉也不是很长 这个就属于 我们说这种 灵魂学的 不是很像锣 更像小礼服 的这样的一件裙子 但是无论如何 让我们来上身 试穿一下吧 好的那么这里就是 这件裙子上身 以后的样子 我觉得 好看倒是还挺好看的 尺寸上面来讲的话 腰物稍微大了一点 所以你们看这个侧面 当然也是因为我没胸 但是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其他的话 细节什么的 做的都还挺好 就是真的是 说好看嘛 还挺好看的 但是像罗装嘛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 是吧 感觉还是挺像那种 正常的小礼服 或者是有点像旗袍 或者旗袍元素 这样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裙摆也不知道 能不能塞个裙称 待会我们可以试试看 结果出乎意料的 还真的塞了下裙称 我这是塞了一个 可能是毕书家的 日常A 对 比较短的那种 然后你看这个裙子的感觉 就是 然后这样看 看着好像也像个罗装 好看 这件裙子其实做工真的还挺不错的 因为纱这种材料其实是比较 就是hard to work with 就比较难缝制的这样一种材料 因为像就是肩这里的这个接缝 因为它是纱是完全透明的 所以里面那个缝进去的那一道是可以看见的 所以这个对做工要求也比较高 包括下面这些杀的处理啊打褶啊什么的 就像肩膀上这个飞袖 剪裁也可以也不剪俱肩 然后也比较鲜 就 那么说到刚才这个话题 就是这一件到底是不是一件洛里塔 那么我觉得 无所谓啊 我觉得其实一件裙子 也不是说我们罗娘就只穿罗装 是吧 那么过于纠结这件到底是不是罗装 后来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是吧 这个裙子好看 然后 就是感觉你穿得开心 是吧 就足够了 真的是这样 因为罗装的定义 虽然我自己其实有这么一个架构 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讲了 印象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 那么这个裙称最后塞不塞得进去 其实也是无所谓的 因为你看豹子的鱼尾或者是说表面咒语定制分店的那个鱼尾 也是没有群称的 是吧 很多罗是不用群称的 所以这个很难讲 那么我觉得灵魂学他们家的裙子 在设计上 在审美上确实会参考很多复古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方面来讲 他可以算是罗装 只是说他和其他现有的罗装 风格都不太一样而已 那么我觉得风格不一样也不是一件坏事 或者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觉得罗装是一个在不断创新 在不断发展 不断改变的这样一种时尚 这样才能够保证会有新的灵感进来 能保证大家不会觉得无聊是吧 所以我想不管我们个人是不是喜欢 灵魂学这一派风格很独特的罗装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赞许的 而且结果确实很不错 就衣服的版型 做工 质量都没问题 穿上身也好看 那我觉得就足够了 我觉得怎么说 其实我今天把包裹拿进这个房间的时候 我是怀有一种 就是比较低的期待 我本来以为这期视频会是我 这个释放内心的这个恶魔 去把他们狠狠地劈一顿这样的一个视频 但是没想到 是吧 又变成了一个 哇好喜欢 哇好惊喜 但是真的是 是吧 我觉得衣服好 我也不能硬挑刺 我觉得确实做得很好 而且这个店家的这一份自信 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说实话 店家一开始给我说 没事 我对我们衣服有自信 的时候 我的表情是 就是我心里的表情是 OK 对 那么灵魂学 灵魂学的店主和全体员工 为你们鼓掌 真的很不错 也是让我感到意外 真的是 可以可以 继续加油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 有点特别的灵魂学小裙子开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